嗨,大家好,我是美厨娘君姐 看我今天又入手一个新锅 今儿咱家那些锅,你咋又买锅呢 每个用途都不一样呀 这个是铁锅,没有凸成,还可以颠锅 看还卖得走 买肉干啥呢,准备炒肉吃呢 香了怪没了,开锅用了 这后先就把锅开一下 你把这个钻钱帮我装一下去 好好好 铁锅的话必须要开锅的 新锅买回来之后,先用洗洁精 里里外外,彻底清洗一遍 清洗掉加工时留下的铁蟹或者是油膜 清洗干净之后,用中小火烘干表面水分 或者是用棉布擦一下也可以 接着倒入食用油 先让新锅吸收一下营养 用刷子不停的刷油 由内到外浸润整个锅深 持续两分钟左右把多余的油倒出 接着进行第二次涂抹 这次用的是猪油,我们只用肥肉即可 还是从锅底开始,由内向外慢慢的擦拭 随着温度的升高,会慢慢的变成焦黄色,炼出猪油 涂抹两到三分钟之后,把多余的油倒出 油倒出之后不需要用洗洁精 用热水把锅内锅外再冲洗一遍 第三遍抹油是重复的第二个步骤 用猪油翻过来,再重复抹上几分钟 最后一步还是加入食用油 涂抹全锅,浸润12个小时以上 总结一下其实非常简单 第一步和最后一步涂抹的是食用油 中间两步涂抹的是猪油 最后静止12个小时以上就可以了 平常我也看到大家给我留言或者私信问我 为什么我做菜不粘锅呢 其实和开锅,养锅,还有火候都有很大的关系 平常建议大家热锅凉油 这样一般不会粘锅 如果您有更好的建议,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大家,咱们明天再见